开车上高速跑长途 在应急车道上放备胎 却被扣了六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可能80%的司机朋友 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 也就是难道在这个应急车道上放备胎 它不属于应急吗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 都坚硬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的实力纪纷 三点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千万别再做错了 因为我们在开车出门的时候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你的这个车子出现故障 需要在这个应急车道上停车 或者换备胎的时候 那么这期视频就肯定对你有帮助了 首先第一点 所谓的这个应急车道 它也叫做生命车道 是用来应急用来 当我们这个车子出现故障 可以临时停车的 或者是说出现事故的时候 让那些交警车呀 消防车呀 救护车呀 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年底了 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很多的朋友 只要一遇了赌车 就按捺不住 心里面那个躁动的心 就想着走这个应急车道 总想着走一段 试一段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旦被拍就是 六分两百就没了 万一你的运气不好的话 跟别的车发生这个刮秤 可能还是你的权责 那就比较尴尬 第二在高速开车时 假如说你的运气不好 出现了这个故障 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时 就应该第一时间 开启这个双闪警示灯 慢慢的把车行驶到应急车道 记住 应该立刻叫你车上的所有人员 下车走到这个 户篮以外的安全区域 做到九自觉 车靠边 人错你 急报警 如果你不能处理故障 还可以拨打高速的一个救援电话 也就是12122等待救援即可 记住千万不要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当你的车时出现点小故障 小刮秤的时候 双方还把车停到道路两边 或者是中间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还有人横穿马路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很容易引起二次事故的 那后果真的是不敢想象 如果说出现故障 需要双方协商时 就一定要把车开到应急车道 千万不能把车停到道路中间 第三 这一点就比较重要 比较关键了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车子出现故障 需要换备胎的时候 或者是说 出现一点小事故 双方的车主需要下来停车协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在车尾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 但是可能90%的朋友 在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时候 都做错了 他们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把这个三角警示牌 就摆到车尾十几米 甚至是几米圆的地方 你这样的话 一旦这个交警示牌从这里过路 那你不会扣分 才怪呢 而正确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把这个三角警示牌 摆放到车尾至少150米以外的地方 因为你这个距离太近了的话 一旦后方有车 它是发现不了你 等它发现的时候 可能来不及了 就很容易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 可能在这里有朋友就问了 我怎么去判断这个三角警示牌 在这个车尾150米以外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观察六九线 大家看一下 道路中间的分割线 是由这个白色十线和中间的空格走成的 而白色十线大概是六米 中间的空格大概是九米 它们两个相加 也就是十五米 也就是说当我们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时 只需守这个白色十线 守十根也就是150米 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判断 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的一个距离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处理故障 或者是换备胎了 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你都没有经验去解决的话 特别是出现这个事故 需要双方去协商 那么都建议大家不要多说话 一定要少说话 避免吃亏 万一你是遇到那种碰瓷的 可能稍不注意还非被坑 你只需记住 九自觉 错靠边 人错零 急报警 或者是打救援电话 也就OK了 所以占用这个应急操道 不是不能占 而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应急的操作 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还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